台海情勢的緊張 似乎從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以及國防部的發言 就可以一見端倪 為什麼呢 我們就來看到 大陸外交部的記者會當中 就說在十年內 可以拿下台灣九個邦交國 還強調說 中國大陸是絕對有能力來回擊的 尤其是特別提到了 之前美國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訪台的行程 那當然當時就引發了 中共的一系列軍演的行動 這對他們來說非常不開心 而且認為是踩到了紅線 所以現在外交部的記者會當中 就強調說 會堅決的遏制外部勢力 還會貫徹所謂的 一國兩制這樣的方針 要強調中國大陸的立場 沒有改變 而中國的國防部 在十月二十號的時候 也公布了他們的部長 魏鳳和的最新一段談話 就提到說 中國大陸的軍隊會時刻的準備打仗 這算是講得蠻強硬的喔 來說呢 會堅決捍衛中國大陸的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以及利益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